哈哈哈哈脑瓜疼 温身没症啊腿也疼 没事老弟 咱俩有认识 河当场都烧头屋 我们今天啥也不干 真的 都脑瓜屋 屁股 他那么多事里面 哎你说你都不关心 我就着骂我 老弟你知道那古代的太监 你没发现 这么一般人的生命都长了 为啥 而且他们武功都高 你觉得为啥 为啥呀 无欲得高 哎练武才不会敌了当浪 你没事吧 我小时候零胖身手 我就喜欢一月那我三千 哎长大时候 梦想成这个 一月工资正好三千 三千是你花钱吗老弟 你还得还贷款呢 你要没啥事吧 你收拾收拾尾声 你给这个 我不收拾 我怕这屋里收拾太干净啊 就说我这一个个阿基 有道理 我跟你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很有自知之明你知道吧 你说为啥你分成对劲呢 为啥呀 因为你不努力 老天都会收走你的财富 但反正 你要是自来就没啥财富的话 老天哪你也没啥办法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说未来啥行业能赚钱呢 哎我还真值得赢 啥呀 我说你现在班上的挺好的 我 啥班啊 全三是女吗 你那意思我啃老呗 哎呀妈老弟我可没说啊 那这啃老显得情商夺迪 你那就要把家人变成老板 主打陪伴 那个不不就你妈说了 那个你爸退休金八千给你两千 你妈退休金六千给你两千 你奶退休金四千给你一千 这不就五千吗 把你一个月个家里头打打麻将 陪他们打打麻将 陪他们逗逗地主 完了之后没啥事 陪他们都看个电视啥的 他是不是给他们做的饭 熟熟乌刷碗 他挺好 我跟你说 这给个家人擦的只能干净 这能不能 你倒是说呀 啥行业赚钱呢 拥抱趋势 聚焦优势 听过一句话没有 站在风口浪尖 那租屋都能飞去了 挺我呀 但这啥意思啊 这啥意思 你看哈 头几十年 人口红利时代 只要你有胆量下海经商 你能制造出产品来 哎 就有人买 为啥呀 因为有需求啊 那时候需求量大呀 你再看咱爸爸那个年代 成人化时期 呃 1971年那时候 那时候成人化才16%吧 也不18 你再看现在 都60%了 长三角 猪三角的地方 是都达到80%了 那时候的风口是啥 那不就是房地产吗 相关的产业 什么 建材水泥了 建材市场了 钢筋水泥了 那个家电家气啥的 然后那帮人都发了 那我还没明白呀 那现在的风口在哪啊 现在的风口 啊 我不知道 我 现在的风口啊 你看啊 你看现在大道顶上 新能源汽车收不多 嗯 但你没发现充电桩特别少呢 对啊 你让我做充电桩 推陈出新 移动电源 你看咋样 这玩是不是没有 扫码就能带走那种 跟那个 那个就咱们充手机的移动电源 哎呀 这这这这太行了吗 这项目我投了 哎 十万 这项目我卖给你 我也没那么多钱呢 我先欠就行吗 你分期付也可以 哎 你先你给我转 转个两三千块钱 也行 分期付 哎 那个那个 那什么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项目我不买 我记住不行吗 哎 你会选择一个五十多岁老头吗 那五十岁的老头那是你大爷 五十岁的刘德华那是我男神 那就是你能接受呗 年龄不是问题 真爱的话 上下五千年那不是问题 真爱的话 一国一地一世界的无所谓 那重点不是这人吗 是谁 说的对 说的太对了 那网恋也不是问题啊 不是问题啊 网络姻缘一线钱吗 越老的红线变光线吗 我跟你说 你爱吃炸鸡 你明知道它不健康 你也吃了 你不爱吃苦啊 但是你知道 当然对身体好 你也吃了 你看 爱就这么纯粹 只有不爱 才会权衡利弊 太对了 说的 姐 那咱那代人太难了 那00后嫌你老 80后嫌你小 怎么不好找啊 是不 可不不好找 你刚背上房贷 刚买完房 刚背上房贷 房地产躺评论 刚生完孩了 买完学区房 幼儿园关停 收获压力已经那么大了 你都说这帮人天天怨气重 那你要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新出的对象 网恋 比我大把岁 不是啊 那那个 你说的地理不是问题 年龄不是问题 哪的呀 会学 那主题是沙拉迪卡的 不是 哎 你自己说的啊 你要是崩我的话 你打脸不 是老弟不是问题 别说年龄 一地人 只要真爱的话 网恋啥都不是问题 那许先生能配搭网折呢 那有啥意思 玩的呀 啥意思啊 哎 我让你把我那车开去保养一下 你花八千多 你干啥了 那个四爱店入股了 没有啊 你是不是在中间 冰我缝子了 你说票钱了 你看你说那话 我 你不是有保养单的吗 我已经给你罚了 你自己看呢 你在二十四保养 那必保 四千三百三十一 再加上 发动机 润滑养护 空气滤行 那你发到一共八千多 城市套路 审负行你回农村吧 那农村套路多 村长不让说呀 我想崩死你 来 我给你捋捋啊 润滑养护 这润滑养护 三百九十八 既有本身 就有清洁功能 它里边有那个清洁分散剂 你个大白给 小本花钱毕业的呀 再说了 咱这车公里数 不到两万公里 要公里数大点的话也行 你这就像那个 刚出新牙的孩子 是用洗牙吗 那那我也不懂呢 你再说这空调绿性 一千二百九十四啊 哎呀妈 外边几百块钱 淘宝几十块钱 你有病啊 你说那个花一千二百九十四 还有这空调清洁 九百二十一 换绿性不包括空调清洁 那咋得拉完使之业 窜苦打了 不开定啊 不是那个这个 四海店说的 他们要求的 我也 他要求的 你他要求的 你就整啊 他给你打麻药了 你咋那么听话呢 我还记得这么说话呀 还有这个什么冷凝清洁 刹车油 我也就不说啥了 车内抚养离子 车内治理八百八 这什么玩意儿 不是人家说 净化空气 蓄甲泉 车内细菌啥的 要不你车不有菌吗 玩意的 有菌 啥菌八百八 你他最大的菌 你只要不坐我车 我车啥菌不带有的 你说咱的车吧 就好比那十六七的青少年 你给他整那么多保养品 他不央实吗 是那那我也不懂呢 你不懂你给我打电话呀 你说咱车要是十万公里 就像那个四十来岁的人 是得人到中年了 他可能是小毛病多 他保养保养行 咱的青少年年轻低壮的 你给他整那些 附加乡们干啥呀 对对对对 对拿本记上下回 给你啥套品了 没有啊 出门脑干辣家了 人家还得合议呢 今天可下雨 这个大傻 人家的事 能到娃里擦手了 能到娃里擦肝糖了 不是你看我好人帮你 你咋还骂我呢 你妈你好心 你有啥心呢 你骗你那把新拉丁屋了 你这么有主见我不给你钱了 你当花钱买球 我去哪儿啊 不是姐 不是你看你我 哎你这一趟去永兰花多少钱 没花多少钱自价呢 花 哎呀你真是个大头 网上耕团可便宜了 丽江大理 风鸣西爽百辣 七日油 还有这欧洲十国油 才两万八 嗯 几天呢 十天 哎呀嘛 欧洲十国油 十天 那不把西天取经了 啥意思啊 我们竟然赶路了呗 那体验啥这个 体验航空生活呢 嗯 我跟你说跟团有老泪听了 上车睡觉 下车尿尿 到地方拍照 回了一问啥不到 我看你那个朋友圈 拍的照片挺好看 你是不是去的时候 拿了单反 没有 我就拿我这苹果十三去的 你手机现在都1200万像素了 拍啥不过于呢 这十三箱现在也不便宜啊 那啥 现在拼多多 一季度充业绩 拿出大批全新的苹果十三 处存的 给大家到手提 十三箱 你将自己用过了才知道 全新官方正品代发票的 用的绝对放心 我的天呀 这不是等于 白好一台十三箱呀 嗯 你在哪儿抢的 你就点申请 就点我评论区 一直点链接 库存完了是编辑就下线了 他要说过地址就有机会抢 看着转眼前抢一个 那我得抢一个 净水楼台先抢一台嘛 你去那个西藏版纳有意思吗 都说太过好玩呀 还不贵成本低呀 那像金丹鸟多好 金丹鸟的成本更低真是 只需要一个腰子 那不便宜 那金丹手的营地送空去 都得唱大马戏 你要往出跑呢 就周围 皮边沾点服边打边修路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哎我甭以为啊 口罩这几年大家都过得不好 都不挣钱 结果一解封都出去旅游了 我在恍然大悟 只有我一个人过得不好 哎妈你还值得我 我下个月我也准备出去 你在哪儿啊 上西藏呀 能去吗 为啥不能啊 我又不缺氧 妈你那是缺氧 你那是缺钱 那我缺钱我可以穷有呀 有钱 有钱但是不乱花 节省开心 那叫穷有 你的属于严洁乞讨去了 我跟你说的话 真是费劲 哎姐 嗯 你相信网链吗 没懂啊 啊 那咋还分上种了呢 那当然了 第一种 通过网络上认识的 我脸儿 一见面觉得挺好的 完就在一起了 这种靠谱 那第二种呢 嘿妈 第二种 第二种呢就厉害了 不见面 对方给你持续精神输出 那加上你的心情一天 他妈跌宕起伏的 其实都是多云的 哎对对对对 对个六 说的就你吧 你都知道了 哎呦我的妈 那一天抱个手机 血安温暖的 你咋跟手机处呢 养个狗都她妈吐热 你可倒好 电子狗 哈哈哈哈哈哈 哪个玩意认识的呀 游戏 有传说中的夹子音呗 哎呀那那你说我咋办呢 约的见面啊 他说还不是时候 妈那哪的 还得选黄道吉日啊 还不是时候 那就是不想跟你见 那为啥呀 为啥 先生说说 长的比你古歹都磕上 甚至跟你姑爷一个性别 咋见呢 咋跟你见面呢 那叫网练吗 那叫诈骗 不能吧 无际时代了 短视频时代了 还在这个谈QI呢 经历电影给我来 妈姐你咋个事呢 你妈呢 我妈打麻将去了 不是我怎么一来找她 她就打麻将去呢 你又找她干啥呀 她又给我介绍对象啊 这家只用我超能力真的 要不然你妈不再把她介绍给我的 咋的呢 哎呀 那真是 就那长相 放海里头最自动得是个成像 那一戏窝 我离老远就看着她头皮了 那可能忘戏头了呗 头皮 头皮 不是头皮线 那放山里头走一圈真的 那走进科学能播五级 那要是你说我能跟她 能把真正买你 咋的啊 喂 姐 我的意思是你今天打扮挺漂亮啊 口红显气是吧呗 我这YSL416 是我最近在德国上买的 他们大牌口红色号特别全 而且比装的便宜 100多的这些好活动 再说了 你姐精神在到哪都是死地拍 搁哪个麻将馆 我家楼下那个 哎姐你给她送口红去啊 快给她送口红 我给送的一张红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太吓人了 嘿嘿嘿嘿嘿 你平常出门都化妆啊 对啊 这么没自信呐 蛤 那你平时出门穿裤的吗 穿呐 这么没自信呐 哈哈哈 老妹说话是真稀利啊 我喜欢啊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 你看看你有车有房 还有一个月两万块钱工资 再加上我的那就是两万二 你以为咱那日子过得不得风声吹起啊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 我觉得咱俩可不太合适 为啥呀 你跟我在一起我啥都满足你啊 啥都满足我啊 嗯 我想长生不冷 你去给我抓唐僧去吧 哈哈哈哈 你跟我开玩笑的呀 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哈哈哈哈 你咋来了呢 你不分线去了吗 妈吓死我了 那长得也太磕的了 嘖 不是我看照片了 还赢啊 全是P图 哎呀那是正常的 现在的朋友圈那都不是晒自拍的 那都属于是晒技术 那都是技术经营的 哈哈 就应该三要五打甲都给他抓起来 真是其貌不扬啊 老顾说了啊 过两天给我介绍韩国的 说这回宝珠儿漂亮啊 老弟你没听过亚洲四大邪术吗 啥呀 韩国的整容术 泰国的变性术 日本的化妆术 以及中国的PS术 你做哪个最吓人吗 哪个 你看啊 你跟中国人去奔仙 是吧 一见面露馅的 你跟日本人去奔仙 晚上一卸妆露馅的 你跟泰国人去奔仙 到晚上 哎呀 是吧 你跟韩国人去奔仙 你只有生了孩子 才能露馅 那你都得回不当初 你知道吧 品吧 都是知识 找那些记性 哎呀 干啥呢 地下停车场 你当高速公路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开得有点快了 你那是开太快吗 你那是飞太低 你给我身边过去那一线子 我感觉我开上天堂那门了 对不起啊 我这不有着急的事吗 你有啥着急事 你也不能这么开 怎么的 你媳妇的老王跑了 你着急注意一下 不是你咋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呢 这是我今天反应快 要不然呢 你就等着小伙待不你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哎 哎 又出来干啥呀 哎呀 想你了呗 哎呀 真能说假 真得快点说 我还有事呢一会儿 我想 我还可以点的 我想啊 管你借十万块钱 你 打了遇到难事了 不是 想花量客气 不是 你现在开车 挺好的吗 现在不是没排面吗 妈 要排面呢 要排面呢 不能换车 那换家飞机 那玩有排面 非常天好 太阳捷鸣捡 多好 你说话还是这么有劲啊 不是 主要是同事这车都太好了 我那太low了 做人不要攀 不要笔 不要自己气自己 对不对 不要羡慕别人的皮鞋 多潇洒 说不定他有灰指甲呢 不是 你是不是就不想借我 老同学一场呢 我不是那意思 主要是吧 首付多钱 二十五 那你就是已经有十五万了呗 你这么得办 你十五万 你入过我公司 年底我给你换Q7 如果给你换不了的话 我十五万元分不能还你 你看咋样 拉倒吧 你还算了吗 你靠谱吗 看你还我靠谱吗 你都不信我 你说 那我凭啥借给你啊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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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啊 干好 你把你那个零钱 界面的截图给我发过来吧 干啥呀 哎呀你发 你发得了 有用呢 哎 姐你要给我钱呢 你发完了吗 啊 二嫂呀 你我不是不借给你 你看我真没有钱 我这钱你就算十九块钱了 我还没开支呢 我这一月都净花花呗了 我现在我就个床里又躺着呢 我都不敢动腾 我都不敢翻身 翻身我怕运动量太大了 我饿得太快 哈哈哈哈 你干啥呀 你接着躺着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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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相亲的 那才来呢 路上堵车 哎 老辈啊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呢 刚才坐地铁的时候 我坐你对面 没让我坐这边 哈哈 呃 忘了忘了啊 我车送去保养去了 我坐地铁来的 没事 坐地铁也挺好快 老妹啊 我对你印象是真不错呀 我手机号就是咱们微信 要不咱加个微信呢 不是 你不有我微信吗 我怎么有你微信呢 你买这个车钥 打火机的时候 那个客服告你 加店主微信 能便宜三块钱 你加点我嘛 你忘了 啊 啊 你接着我活吧 啥活啊 你上那个后院商场 去大金影片 大金 嗯 那不行 那他成熟成熟不睡觉 那都 那老人都永远不处死了 那都 你也知道成熟不睡觉容易猝死啊 那你不回你自己家看球去 你在半夜 我昨天半夜我都没睡着啊 我家电视不没缴费吗 那 咱一个现在不都不看球吗 咱说人家进一个球能给你家发两万块钱吗 一个月就两千块钱 半夜半夜 不睡觉看大晚上啊 面看回放不行吗 你懂啥 这叫体育精神 胖二百来金你跟我说体育精神 小时候跑在二百米你都跑不下来 让你拎那个两都大米上楼 你都不愿意上了 什么体育也这么精神 压的不六楼吧 也没有电体上的我累呀 你别说体育 排骨的时候你来的可鸡鸡跑的可快了 那像那老鼓虫出来似的 哈哈 不是那你这 你你今天晚上啊 撒上回家 你别今天是今天晚上 你现在你就走快 咋呀 先又走回家回家 你怎么还打人呢 走走走走 哎快点点回家 你别打了 我咋的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鞋鞋还没给我呢 哈哈哈哈 啊 哎姐啊 嗯 你自己看那个网发那个女性 财富自由等级了吗 哎 就一级自由 那你奶茶自由 香喝自己买 那二级自由 口红自由 那喜欢随后时间哪下 三级自由 包包自由 那想买包不用犹豫 四级 购房自由 那想在哪住 就买哪 你目前到哪个阶级了 我白开水自由 我想喝我就烧 哈哈哈哈 能想起来动腾动腾呢 啊 Cosplay木乃宜呢 我天脸问我自不自由的 咋的你财富自由了 你天脸讨呢 我咋不自由了 我天脸想干啥就干啥 啊 想干啥 谁搞你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 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而是你想不干啥你就不干啥 你想不上班 你能不上班吗 还天脸问我口红自由 包包自由呢 你自由啥呀 你连饭你都快不能自由了 你以前吃三顿 你以前都吃两顿的 啊 我就烦你这 瞧不起人的一吐啊 你知不知道 那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 是玻璃茶子 能反光就不错了 哎呦什么 哈哈哈哈